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就是一起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莱 嗨 大家好 爱是充满希望 感恩的满足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莱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等待是最温暖的港湾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小红娘 文文 同时欢迎密室里边的五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 你好 幸福爱才会被爱 我是来自沈阳的李洁 欢迎二号女嘉宾 这段时有你陪伴 快乐时与你同婚 三号女嘉宾 你好 生活就像一条路 我来找我的祖星主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来找只冷 只热的那个她 同样欢迎五号女嘉宾 我的未来与你同在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男嘉宾可以说是身体倍儿棒 接下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简直太简单了 就是往那一照 连微笑都没有修饰一下自己 但是我觉得在冬日的暖阳下 又体现出一种巍峨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请您上场 我的臂膀可以成为你的港湾 我是来自沈阳的走员帽 好 欢迎您您好 您好 刚才看你这样照片的时候呢 首先是在公园里拍的 是吧 第二呢 穿这身衣服戴那个帽子 好像典型都是那个年纪的人的穿着 但是呢 发现她把外套脱了之后 你说你多年轻 就这身打扮一看就是特别的年轻派 这个小鞋啊 这个颜色是吧 对啊 太鲜亮了 而且她非常有心机 今天穿的鞋还是offer的 我觉得这个叔叔真的是 头发也挺好的 挺茂密的 而且其实精神头也非常的足 对 我看那个手也是挺有劲的 你看大手 大活的手 来吧 那咱也看看男嘉宾生活中啥呀 20389号 周先生 六十一岁 水洋人 离异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女儿已婚独立 凡事跪在坚持 散步也是一样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散步 大家好 我是走人帽 我喜欢锻炼身体和走步 而且我不抽烟 酒喝的也少 喜欢和年轻人接触 看见他们每天充满朝气 自己的心态也就跟人年轻了起来 可是人帽总会有孤单的时候 看看电视玩玩手机 有时也会做点好吃的 感菜感菜伙食 可是做的东西再好吃 自己一个人吃着也不香 所以这次我来到爱的选择 先找一个心地善良 能够相伴一生的瘾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那等下看过之后 咱们也看看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对咱男嘉宾第一印象如何 一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你多长时间能洗一次照 两天 床单和被照多长时间能换一次 我备用不少 一般的一两天三十天换一次 包括那一位护衬衬护衬一样 那你是一个喜欢干净的男人 挺好的 我也喜欢干净 二号女嘉宾你好 退休之前是什么工作 什么单位退休的 运输公司 我想问一下 咱们女嘉宾问是从哪退休的 是在判断她的退休金多少钱吗 您多少钱 你就直接说得了呗 一月三千 平时喜欢做点什么呢 喜欢旅游吗 我一月的时候我也没地方去 我没有班 我去的干啥 有班情况下还可以 叔 你说话一向这么冲吗 就像躲回去似的那个感觉 那对呀 一点亲近感都没有 举束 方海呢 我的朋友来说还都可以 你平时喜欢做啥呀 我平时更加多了身体啥的 走走步呗 也没有啥可喜欢 那喝酒吧 喝点小酒 喝个一两两的 聚会吗 聚会不一定了 现在处得远一些 也太远了 没法聚会 我想问问你 你这个平常喜欢什么体育锻炼呢 基本的都可以 打拳 打剑 打太极 打那个不会 练的是 走道 一个压铃的 还有还动气线 我特意买的在网上 要不身体丑得这么壮吗 太极那一类我不学 也不会 我喜欢 我就喜欢打拳打剑 打太极 还打羽毛球 唱歌了 那羽毛球可以 我打羽毛球一般人打不够 唱歌也可以 黑TV哪都行 那挺好啊 行 某些阅阅爱好跟你能对上是吧 嗯 总是也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些事我不敢询问你 怕你把我怼回来 主要是还是这个场合太大了 没经历过 说话有点不加思考 那比方说 说有点过格的话 你能不能生气啊 生大气啊 这玩意都是能喝来就闹不喝不来 你一看我不好 就台队全走人了 比方说你要是不高兴的 都到什么状态啊 嗯 现在没有不高兴的时候了 也从感情中走过来 有些事也没 不出声音吧 妙球不出声音吧 那你属于冷战型的啊 也没有啥冷战嘛 只要是玩事的沟通 你愿意做沟通 那就玩事本 不沟通 那属于你冷战的 这我也不爱的 那比方说 比方做饭 女士不爱做 那要你做饭呢 哎 别说了 我在说你可爱做饭 包括做菜 哇 这拿不倒了 拿不住啊 这那都不爱的 嗯 做饭我可喜欢的 还做的还不错呢 4号的嘉宾一直在问 男嘉宾脾气怎么样 是因为你脾气大 所以需要对方脾气要小些吗 啊 因为我没有脾气 我不会吵架 所以我还怕 找着另外跟我去收 不可能女男女 嗯 这多少事还打仗 现在都啥社会了 还打仗呀 4号女嘉宾啊 是一位温柔的女士 哎呀 我特别羡慕 有温柔性格的女士 谁要跟她在一块 算是见调了 不会吵架 不会生气 居然世界上 还有这样的女士 我就是那个女人 哎呀 你看没 人家是修生养性 修炼好了的 我要向你提问的 第一个问题 你有房吗 没有 住公众房 公众房在什么位置 在马背 就铁锡区呗 那个一个月交房费多钱 我 咱们就是属于单价220 200多块钱 50平啊 哪50平 公众房单价最大40多平 28平吧 38平 啊啊 38啊 嗯 那你细烟吗 烟我已经多少年不抽了 不抽烟 好 打麻将吗 不打 那也好 你身体健康怎么情况 没有啥情况 正常 没有糖尿病啊 啥病也没有 那好 没有病那是最大的 高血压 啥呢 都没有 要求女方有什么条件呢 我没啥条件 我觉得她只要能跟 一起人家过认识去 你现在已经退休了 你把你的所有的精力 用在哪些方面 因为出外头走一走 第二个家 断了断了压铃 再有人看看电视 把那手机一杯 到做饭时候 该做饭做饭 该洗衣服洗衣服准备 那还可以 嗯 好的 谢谢我们的5号嘉宾 咱们密室里的姐姐们 对你啊 虽然说刚才 谈话的过程当中 似乎是有一点点 小火星味 但是呢 谈起来还是比较顺畅 她太胖了 你开一胖啊 也好行呗 咱们男嘉宾 感觉印象很深的 一定是三号姐姐 因为她刚才 谈到的这种业余爱好 虽然你们两个人的 项目不是特别统一 但是呢 业余运动 两个人互相切磋 这一定是能够 感觉到生活 有很多的乐趣 是不是啊 因为好运动 那一定是有毅力 另外一个我觉得 生活的习惯方面 干净与否也特别重要 所以你想想 一号姐姐一问你 是不是干净 你把自己的这个厨房 做饭啊 整个这一切 你都和她家一闹 那么干净的人 一定是愿意 有一个干净的人 在你身边的 对对 所以生活的习惯 业余的爱好比较大 感觉叔叔挺闷的 在现场 可能是您是 慢热型的人吧 慢热型的人 肯定是我也同意 日来姐的推荐 要在兴趣爱好上 可能跟你会匹配 或者是说带动您 您刚才说的 那个三号女嘉宾 不仅爱运动 而且还爱好文艺呢 文体不分家 是一个多才多艺 挺有内疚的一个女嘉宾 性格开朗 而且是前半生 是一直在 充满爱的环境当中 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 一个有爱的女人 可以带动你 也是非常有善意的 一号爱 她是比较怕寂寞 如果您要想找 一个感同身受 能在一起 想形影不离的 这样的爱人的话 一号没错 那选性格开朗的 那就是我们刚才的 三号